約翻點金 好像比較好玩 拿這個龍 然後升級 點金怎麼樣? 不對吧? 你們484以為主播傻啊? 點金 我是驚奇漁超人欸 嗯?可以點金喔? 真的假的啊? 我先重開一下遊戲 越來越卡了 按照慣例改版是有還是持續進行的、載片的… 秘密行動 企業我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每天載的片 嗯… 主播… 省自己的VOD 也省他的片 省片我是同時進行啊 雙螢幕不就這麼用的 欸?兩個麥田好像湊一對了 這個龍扔掉了 我需要湊對三合一欸 所以不太適合空城的部分 對不對? 因為空城就會導致三合一困難 我也希望你能選這個手下 版本報復 你是不是問到報復了? 謝謝聊天室 驚嘆好報復 舉例看不懂的話 那應該就… 這是那個… 魂盲的部分 打 沒事、沒事 這話太狠了 不識字啦 跟主播一樣 主播不是不識字 主播是… 老瞎眼 我覺得這個指令 超全嫌疑懂 真的? 我也覺得很好懂欸 主播一開始也是不懂報復是什麼 知道有這個指令 我才知…我才會的 你知道嗎? 聚合體… 沒有改啊 還是說你覺得現在的沒塔之下 聚合體算削弱嘛 因為魚人不能塗 理論上是…我覺得影響…沒有到很大欸 當然是…會讓聚合體沒這麼OP啦 我覺得這個改動也是蠻好的 要不然打到後期… 終極組合都是盾毒、聚合體 現在就會產生變化了 你比較容易在這個版本做出一個大大大的怪 然後不會變成是什麼… 不會有各種師傅服毒的畫面 對不對? 師傅…你知道嗎?這是師傅最光榮的一個版本了 Meta師傅的時代來了 主播你剛剛一整牌圖 竟敢說師傅光榮 師傅都被你嚇哭了 兩隻魚不要拿欸 我覺得這個… 綠手指蠻爛的欸 我覺得這張牌 居然點金也很廢欸 我用過一次 然後每次都先被打 我覺得很難用 除非你是真的很強的死身 我覺得我也沒到很強的死身 而且他是裸體在外 只要開局 先被啪一下就吐了 而且他還是…加自己左右兩邊的怪 那你左右兩邊要佔什麼東西 也是一個問題 老鼠、架、盾、拿、綠手指 好啦 試試看好了啦 再踹看 金卡 點金卡 沒可能 點金卡 這樣子有沒有強啊? 我已經…試圖了使用綠手指了 有沒有活化他的感覺? 告訴我 有沒有搞頭 跟諾斯比較強 可是會導致…不好送 我要送六個欸 送六個 觸發兩次 1、2、3、4、5、6 7、8、9 運氣好 送到這邊 送到九個 我是綠手指的唯一希望了 主播一定要把這張牌給盤活 有沒有? 新卡一定有他用武之地 那你點金啊 主播 我快要三合一的 不想點欸 如果今天不是對子對子的情況 我可能就點了 但是我牌面快要三合一了 哇塞 我給他加一攻 太關鍵了 沒這一攻 他就被抓兩下 他就消失了 哇塞 你救了綠手指 你是綠手指的… 救星 你救了他 我的媽啊 你救人了啊 再加一次 綠手指膨脹再膨脹 綠手指最光榮的一天 其實膨脹了…幾次啦? 三次 總共這回合加6攻 左右兩邊加6攻 一個加4 因為他掛掉 如何? 綠手指不可能再拿了吧? 也沒這麼綠的 來一個3-1 要不要?還是綠手指拿下來 繼續刷 3-1繼續拿 不可能擺兩張綠手指欸 你大概就是…還是你覺得可以? 可是他兩隻很難站位 他就會互相亂加了 綠手指應該是過度啦 不應該再拿了 到底有多愛? 哇 三合一了 我有主意 先直接把他合了 然後這個機器人裸出 像你場面還是很多怪 然後下一回合就可以碰6 這個主意怎麼樣?裸出一隻這個 然後…這個放手裡 就很聰明 這樣子打就很聰明 所以… 綠手指應該就是給你配狗用的 因為他是唯一低星數 三星以下的牌 可以配合綠手指的東西嘛 因為你肯定是先拿了一、二星的牌 他有可能配合到三星的綠手指 是往下搭配 而不是往上搭配 所以這個綠手指應該配合狗狗就是… 一個經典配置吧 可以這麼說 直接打綠手指喔 會綠喔 又加一次 舒服 OK、OK 綠手指 攻城 身退 金龍龍因為他是三星 比較少機會配合到 比較少機會配合到啦 因為他星數太高了 現在是不是要賣掉了啊? 還是賣掉3-1吧? 3-1才是沒用的 垃圾 點一個6 再考慮要賣誰 嗯…超惡蝙蝠點金 我是機械流欸 我完全可以拿Omega 點金 可是Omega沒有未來欸 可是Omega 如果是機械流都不能用 那你到底什麼時候能用Omega? 我覺得Omega點金欸 因為今天好不容易… 整排都機械 你都不拿這一張 那你永遠都沒機會拿這一張啦 錯過了就沒機會了 對不對? 其實應該拿2-1魚 黑客家 你要相信他很強 哇塞!這個鬼東西! 你直接殺我是不是? 有你好受! 喔! 跟鬼一樣啊 聊天室 是說你要殺我 綠手指還在持續發揮他的作用喔? 綠手指又加了喔? 哇塞!他也在秀 嗯…現在還有兩隊啊 所以還是要刷 繼續刷 暴龍蛋…我現在好 欸?鳥鳥 把死亡之聲扔掉 擺一個鳥 放1號 無敵了各位! 再找個嘲諷! 阿古斯 擺掉 擺掉 我覺得嘲諷光盾吧 我不敢嘲諷奧米嘎 奧米嘎應該要貼東煮比較好 奧米嘎正來了 而且綠手指沒有輸 綠手指還在! 欸 等等再找個東煮貼第二隻 然後鳥合金 哇塞!真的有夠強啊 對面這麼鬼了 怎麼還… 我這麼鬼了 怎麼對面還可以… 還可以打啊? 這怎麼回事? 不知道我是看了啥 我已經四季有夠強了 對面居然還在還手 什麼鬼啦!這個龍太離譜了啦! 特殊溫配合五…那個… 走私者真的太變態了 走私者配那個血真的… 70、90 加起來都… 200了 哇塞!太離譜了! 打起來都200了 見鬼了 銅鬚沒有用 男爵是不是? 有人提出一個男爵的思路 綠手指可以扔了 找一個男爵 勾勾…合一下 可是不能再拿一個奧米嘎了 就發一張奧米嘎 那怎麼辦? 一張奧米嘎放1號 然後鳥占2號 一個站1號 一個站2號 完全上 鳥我要欸 雙鳥歐米嘎 出發! 鬼白 再來 再鬼白 打出上限了吧! 歐米嘎陣! 我就問你們這個組合秀不秀 有沒有創意? 強不強我不知道啦 但是… 創意幾八分 這是這個玩法的上限了吧? 已經打成這樣子 應該就是一個… 我覺得觀賞性很夠欸 真的是一個新版本…發揮創意的一個玩法 不然可能打不贏最後那個Bug… Bug流的配置 那個Bug龍有點那個 但是我覺得我做到我該做的 他有金色狂風欸 萬一沒賣掉 我就被抓爛 感覺第一個奧米嘎賣掉 然後刷 再刷一個鳥 眼睛也沒用吧? 看見你們覺得眼睛有用 食屍是鬼 好笑了 眼睛可以 真的是有夠大 可以 奧米嘎! 又要打第一名了嗎?沒有 那…這張也可以換掉吧 然後再刷一個鳥 男爵 東煮 奧米嘎給東煮好不好? 不好 會多一個盾 但是他也就會… 送不掉 可是有嘲諷才容易送掉啊 我的想法是他有嘲諷… 他才能夠送掉啊 先找鳥優先吧 刷…刷兩 他有破盾龍 萬一他先手再先手 我好像…確實會死 那就不要搞了 萬一他噴火龍破盾 我就GG了 因為他的那個…他有一個炎蒂 你知道嗎? 炎蒂撞一下 他就開了 所以不行 怕有奇怪擴散欸 這麼讚嘛 我不敢亂站 我不敢眼睛站前面 我覺得… 會贏就會贏 不要亂站 到時候亂站一通 把自己搞死 現在就是鳥、男爵、合金吧 我的感覺就是… 這兩個合金 這次要超弱的 我的媽啊 死生流過時了啊! 屍鬼又保護了男爵 謝了 他那個也才21 不可能會贏吧? 不要鬧了 再掉幾個?我也不怕啊! 我還有30機血 喂! 你跟我講這個會輸 我是真的萬萬不能接受 這樣打不死他欸 7隻 6隻 7隻加5也不夠 感謝一下… 咖哩! 1隻 哇!鳥合金了 帥 也不會升級嘛 現在金男爵 不要拿奧米嘎吧?拿收割機 因為我鳥會觸發歪掉 我要100%觸發這個 那應該再刷一個鳥 或者男爵 基本上就是死生流啦 這個玩法就是死生 鳥 男爵 有沒有人有什麼想法的? 重生蛇也可以 是不是? 重生一個鳥 欸?不錯 重生鳥 這個想法可以 這個人沒牌偷 所以直接刷 毒…我覺得跟他打是拼大欸 你拿毒沒意思欸 拿毒真的沒意思 他沒有炎蒂 幸好沒被噴到 太誇張 哇!100多的那個 我好像打得贏他喔 超離譜的 我攻擊力超高 剝割機換掉了 眼睛讓燈籠魚補碎 好像找到解答了 可以! 找到解答了! 他攻擊力不足! 有個人還打野 不給他時間了 直接把他打死 他現在就是男爵合金 然後…就完賽了 還敢搞什麼自私者一堆啊!還在疊 你沒攻擊力啊! 現在找一個蛇重生 哇 男爵合金 刷一個重生的蛇給鳥 鳥有重生 那就是雙倍的Omega! 秀起來了 各位! 秀! 再一個 這個給他還不錯欸 我覺得這個他還蠻需要的 他如果有眼地 第一下就不用破盾 再一刷 我們最後一刻可以再一刷 來了! 還能再刷 再一刷 好啦 沒牌了 大德我也不敢出 好像出了就是換牌啦 也沒啥 再換一張囉 換一隻眼睛 這隻眼睛比較香 你改變站位! 欸!我登龍魚! 我會不會因為少一隻怪所以輸了? 不可能! 我告訴你 這不可能! 對面打出了噴火上限 但我…不會輸頂 那個沒攻擊力的 還想跟我決鬥啊 撞他! Omega收掉! 水啦! 新版本的創意玩法欸 而且真的是可行喔!不是純粹的創意 我們即興發揮還真的是… 開發了一個玩法欸 這應該是改版第一個 第一個…這麼打的 然後… 而且還打出了上限 原來Omega是這麼玩的喔 金色鳥、金Omega 然後再配合男爵 啪一下 砰!全部都變強 而且我前面還用綠手指 在開發綠手指的玩法 最後不對! 幸好沒有亂點進啊 那綠手指不行 機械的白狼陣的感覺 對 這真的是機械流的白狼陣欸 而且白狼陣沒盾 這個組合裡面 你可以放置燈籠魚 就可以無限拿盾 對不對? 我剛才如果運氣好的話 擴散有收割機 然後燈籠魚 而且你東煮還可以貼收割機 對不對?這些牌全部都可以貼東煮 然後…燈籠魚互相補盾 然後又很大 所以是…這是一個上限會比野獸更強的玩法欸 哇塞!超OP的啦! 我一隻驚嘆欸 等於說是…燈籠魚三合一 卡德加有需要換男爵嗎? 好像也還可以 然後…不需要升級 當毒 嗯?我打野 那他是怎樣啊?誰…誰打? 什麼鬼啊? 轉飛不可能 我是機械… 最後的驕傲 鳥不行 我打野 他打野 大家都打野 1要放1號 我奧米卡有嘲諷… 怎麼可能會復…會復活到兩隻啊? 伐木機死掉 然後7-7啊 所以伐木機要站1號啊 因為他會吸收兩個死亡之聲 你伐木機不站1號 那他就是奧米卡加11寶寶 喔 可是會滿場是不是? 你們是考慮到滿場的問題 其實會滿出來 Goですね! 那這麼說的話 是不是伐木機也可以扔掉? 看到你們這個理論的話 你不要連個野怪都那麼強 不要這樣子喔 我不可能輸! 我是機械榮耀! 奧米卡站出來! 欸! 我卡德加在搞 他先死了 我卡德加在雷 我不會連這種情況打野都沒了吧? 對面一定覺得奇怪 我沒打到玩家